1.王宝强 王宝强是个草根明星,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充实自己,最终他成功了。 在娱乐圈中不仅名气高涨还广受大家的喜爱,王宝强出身的家境不好,基本都是穿哥哥穿过的衣服, 因此他从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武术,后来成为少林寺的俗家弟子,练习武术本身就是一件很苦的事情。 从小吃苦过来的王宝强比其他人更有意志力,更能坚持,成名后的王宝强并没有变得很浮躁。 在2011年的时候,他宣布自己已经与马蓉结婚生死,马蓉当时被人称为小花级别的女性,因此大家觉得王宝强仿佛人生赢家。 不但在事业中有所成就,就连婚姻中也是让人羡慕不已,但是人生哪有那么的完美。 在2016年的时候王宝强发出离婚声明,原因是马蓉出会王宝强经纪的人,虽然娶了漂亮老婆,但是却被绿了,最终两人也只能已离婚收场了。 二陈宇凡与全组合在当时红遍一片天,奔跑这首歌朗朗上口,这首歌是由陈宇凡与胡海全两人共同完成的。 他们俩的宇全组合是一代人的回忆,陈宇凡与开始的名字叫做陈涛,后来改名为陈宇凡。 他不仅是宇全组合的成员,还是一名音乐制作人,他的长相并不出众,说难听点还有些丑, 但是他却才黄横溢,在2005年的时候拍摄一部电视剧认识了白百合,最后两人走在了一起,两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。 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,却传出白百合出轨一名小鲜肉,还出现了一纸谈的事情,这件事情被爆出后大家,对于白百合的好印象直接下滑,正当大家都在心疼陈宇凡的时候, 陈宇凡表示在2015年的时候两人就已经离婚,只是没有公布出来,看来两人是和平离婚。 在白百合遇到这样的事情,谁会站出来为白百合澄清,算是个好丈夫。 三,巨星帽巨星帽大家应该比较不熟悉,他是个演员但是主要的角色却是导演,他的灵魂百度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。 这部电视剧是由巨星帽指导,可悲相当的不错,他虽然长得不怎样但是却是很有想法的人,一开始大家对他并没有印象,但是看到他注演铁梨花中聪明机制的骰子后广受关注, 很多人对于巨星帽的第一印象就是虽然其貌不扬,却重情重义,还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,之前有人怀疑他的老婆跟他在一起,是不是因为贪图他什么。 但是后来才慢慢发现巨星帽的妻子看重的是他的善良,才华以及对他的好,有时候女性更看重的还是内心的东西。 四,曾志伟曾志伟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除了演员,编剧,导演的身份外,他还有其他的身份,是一个颇为全能的男艺人。 曾志伟给我们的感觉,就是不仅长得不高还有点丑,但是他主演的电视剧总是能让人印象深刻,还获得了不少的奖项。 曾志伟有,过三段婚姻,第一院妻子王美华是个大美女,曾宝依旧是曾志伟与王美华走生,而想象并不出众的曾志伟能让王美华十几岁,那时候自愿与妻结婚,看来当年的曾志伟还是有几分的才华。 此外,婚后的王美华还为曾志伟,放弃了自己的前途在家乡夫教子,曾志伟能有兴趣到这样的女子着实令人羡慕,但是曾志伟却有点好色,曾在多个场合自我公开过,连女儿曾宝依也说她风流,可见也是个风流成性的主啊。 五,王祖兰。 她的妻子李亚男不仅身材高调,言之也是相当的高,因此大家都表示,王祖兰是个让人羡慕的男艺人。 如今王祖兰与李亚男还喜得爱的结晶,时不时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秀是温爱,向我们撒狗粮,实在是让人嫉妒,要说真正的人生大赢家,那就非王祖兰莫属了。 本文素材来源于网络,亲全请联系删除。